您当时在那边是怎么了解外界的信息的 没有什么信息好了解的 都是有时候我们各个联队全力厂各个联队都有电话 除了电话除了你相互来去 外界的信息比如说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当地发生什么大事啊你们是怎么了解的 那个联队里面都有那个那个半导体的 收音机是吧 都有收音机的 你们是靠听收音机来获取外面的信息的吧 对对对 有报纸看吗那边 报纸有看的 有看的 每个联队都有那个什么叫解放军报 黑龙江省报 人民日报 那都有的 包括红旗杂志都有的 都有的是吧 那么这些都有规定的几份 你像上海文贵报都有的 就一个联队也就是给你三十分最多的 最多的是嘛 大县令地区的小报 哦 就大县令报 有什么娱乐吗 有 娱乐活动是什么呢 我们全灵厂 其实那冬天是不可能有的 睡觉都来不及睡觉 嗯 工作都那么忙 不可能有什么预论 嗯 出个喝酒 嗯 就业余时间做什么 夏天呢 它是很开心的 夏天有有什么一个特点呢 它的日出啊 一点钟就天气亮了 两点钟 太阳就晒屁股 嗯 一到到晚上十点钟 还可以在 天亮 还还还还还还能打篮球 什么时候 就夏天 夏天 每天都这样啊 基本上每天都 但是随着那个什么 就是那边的天气 就是天亮比较早是吧 夏天天特早 哦 真正黑的医院的时候呢 我那两个 就两个小时 十一点钟到一点钟 就白天时间特长 在我们那边沐河中国最北的那个镇 现在是县 沐河县 就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是吧 对 它那个叫有集中的嘛 也是做什么呢 夏天 夏天呢 临场有临场的规定 比如它还有呢 打平板球的也有 打篮球的是最多的 嗯 那我们知青部 还有知青的自己的那个 比如说帅帅脚啊 嗯 还有什么呢 这是很多的 嗯 那么厂部还有 经常组织比赛的时候 有多少呢 有叫篮球是最多的比赛 最多的比赛 哦 你们厂 你们那个 银场还组织篮球比赛 嗯 还有 甚至歌用比赛也有 还唱歌 对 歌用比赛 那时候还是比较 那个气氛还是比较浓的 也浓 那个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嘛 其实文革 对我们大乡林来说呢 气氛 看上去气氛很浓 其实并不这么浓 嗯 还有什么呢 我们知青里面有 有很多成分不好的 在我们灵场里面一点都不受 那个歧视 不受冲击的 不受冲击 嗯 不像 那些查德罗夫的 省顺的农场的 嗯 他们 因为我好多书记不看 就是在那边还是相对秩序还是比较稳 不是那么乱 嗯 嗯 因为我们最早的一个联队的指导员 他一句话说的很好 出生不是自己的 选择的 你们能能够来大乡林 这就已经表示你已经是听报主席的话 嗯 你出生成分你的资产 或者是那个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嗯 为什么要要要歧视你 嗯 这是我们连队指导员 当时给我们知青 就是就这么说的 嗯 你说阶级都城搞吧 也也有搞的 我们灵场也有发生过什么 偷东西 放火 也有的 还有知青的 赌博 赌博 在我们灵场赌博成风了 嗯 赌博也是小赌博吧 工资才那么久 你要赌多大 他输了 就是那个叫什么 一个月工资输掉 输掉 他就打坐厂公养 给 哈哈哈 你们有去参加过 我不参加 我那时候是连队的那个 端子书记 我们连队也不允许 参加赌博 我们全力场就我们十八公里一个连队 不参加 哦 您在那边是否关心这个政治问题 关心的 因为那时候你不管怎么样 里面不是还有搞了好多次的运动吗 政治运动 嗯 比如说批林批孔 嗯 要去参加学习班 回来以后要写批判文章 嗯 还有邓小平的 比如说山起山落 嗯 嗯 起来了又打倒了 又要批判 很多的 嗯 所以我们林批当时也有过那个什么 写批判文章啊 展览啊 你各山上各连队写黑板报 批判黑板报 然后撞到林批去展览 像现在都有的 嗯 还有我们刚去的时候 还有天天早上要学习 晚上要学习 下一天不能上班了 就坐下来学习 学什么呢 就是学的报纸啊 色论 报纸 学毛泽东思想 那肯定也要有的 读毛主席语录是吧 要背是吧 那时候人 那时候毛主席语录基本上就不背了 就是基本上一 学那个叫什么 就是色论 或者开 你要开会讨论 没能发言 嗯 基本上觉得走过场 应该就是什么 那时候不敢让人说话对吧 那肯定是的 你要说 把话说错了 你肯定要上广场线的 有哪些国家大事 你还记得比较清楚的 也大事嘛 我就刚说呢 几次的 毕临毕空 嗯 毕临毕空 应该是七 七一年 七二年 因为九一三十年 不是七一年 嗯 反正就是 呃 就是 邓小平的 三七三多年 嗯 毛泽东思思思那天 我们都在场部 那时候也是夏天一样的嘛 我在 我在场部 嗯 一听到喇叭要广播 场部就 马上就广播了 要求山上连队的那个 在场部的那个 能源 集中到那个什么 场部大员 专门拍车 送回到各连队 要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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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主席实施以后 那个 不要保持稳定 场部有场部的安排 场部有四顶堂的 为什么要把你们都掉到场部去呢 因为你们是山上连队的 你们都在底下不行的 山上 一直送你们回去 他要求就是你不要觉得 互相走来走去 全部要回各连队 各单位 以保持稳定 那时候规定的 酒也不能喝 歌也不能唱 连续一个礼拜 不可以喝酒 喝酒也不能不行 不喝 唱歌也不能唱 那你们这些知情 当时听到毛主席试试的是什么心情 看到一下子 撑下去 我们从当年的1月8号 周恩来试试 我们听到全都呆了 周恩来试14 1月8号 我们在山上全都呆了 这一天的动运生产 全力上都受影响 包括那些大大司机 开开车的都没进 半天我就回去 心情很悲痛 朱德14的时候是6月中旬 10号不知道几号 那时候我在上海探经济 也是这一年 在场部听到主席试试 在我们心里面 都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有好多人 特别是我那时候在学校里面 那些老师全都 哇 当场就哭了 哭得很伤心很伤心 但在我们的影响当中里面呢 这一年去世的中国最伟大的三个人 最高层 毛主席 周德 加上那个 还没包括那个之前 前一年的那个董毕武兰 那时候中国的那个 在说唐山大地震 这一年正是天在人活一样 在我们那时候在我们临场 不要说我们老公的 就是我们这些知情 都是这样的性情 那毛主席逝世的时候 你们做了哪些这个 调念活动 连队里面不允许调念 场部规定的 为什么连部不允许调念 连部也太小了 你不到这个级别 你生产业率 就是这么几个人 几十年 你还要去考那什么灵堂 全都集中起来学习 只能到场部去调念是吧 你们 场部不允许你们去 你们在山上去的能源 每个连队的那个 呆着不准动 呆着就是收听 就是那个叫 毛主席叫做追悼会 都要跟那个场部的同步 你要组织起来以后 他天安木瓜那开追悼会了 我们也 我们也要起来 都要集中起来 你们 场部们因为他有 大街的那个临时的那个灵堂 那些 灵场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凡的这些头头 他们都要轮着那个锁灵的 哇 场部还搭着灵堂 搭着大的 嗯 到四四那天 在场部那些单位的灵 全都在场部大院 嗯 开那个水的那个 北京的 那个追悼会 通路的 嗯 那是 晕倒好多人 嗯 您在临场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那时候呢 我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 呃 在一起哈 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说 我们不可能在大县待一辈子 你 早晚 我说早晚会回去 但是回去的理由 不知道 您当时 我能解释的理由 我觉得说 我们从 十九岁 比如说二十岁 到大县里来 我们后面的日子长来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到这 到大县里来 我们为什么以后那么长的日子 就不能回去呢 你当时 离开上海的时候 是把户口迁到那边去了 对吧 对 那户口迁过去的意味着什么呢 您知道吗 意味着是外地人 哈哈哈哈 真的肯定 户口一迁 你就不是上海人了 哈哈 这是肯定的 嗯 要不然 这些上山下家 那些知情办公室 要动员里去 那您 就 所以就没有想过 以后会回来的吗 嗯 没有想 当时去的时候就没想过 不肯定不会想的 以后 自情当中里面 像我这样的 不在那边 不想在那边 成家立业的 也有 但是 数量不是很多 反而 自情与自情结婚 就是成家立业的 比那个 当生汉的还要多 您心目中的英雄是谁 英雄 有没有崇拜的人 啊 你要说崇拜的人 我们对那些有经验的 干净很熟的那些老公人 我们是佩服的 嗯 还有就是佩服自己的 比如说连队的领导 他们是怎么爱护我们的 那是我们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 嗯 像我们刚去的是我们的一个连长 跟一个指导员 他对我们之前真的是很好的 嗯 能举个例子吗 嗯 你要说举例子 嗯 他就是很相信我们 嗯 比如说 在我们连 十八老鼠光见点的时候 嗯 他就把 因为我们原先这个 见点有产布 有那什么 有规定的图子的 嗯 这栋房子在哪里 那栋房子在哪里 那栋房子在哪里 是怎么布局 应该是有那个图子的 嗯 我们连长指导员 就 光把我们之心 造进去 开会 你们要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 把我们的监点的那个点啊 要监的 就是 因为这里面今后 都是你们自己住的 一定要把它建成完美中的 心中的完美 嗯 你们都是上海人 老瓜子他说 你们作为上海人来说 老瓜子特聪明 我把这些图子都给你们 你们自己去看看 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 去 想怎么见就怎么见 嗯 很相信我们 嗯 从这点上 我们之前 也没有那个 领导姑父 嗯 你一言 他一语 想出来的那个东西啊 嗯 到最后 正式了 嗯 所以领导当时 就是 比较 那么相信你们 嗯 那么让你们自己去 自己做决定 去做一件事情 你们感觉挺感动的 是吧 嗯 我们 那时候我们指导员 就是明明你有 这个想法 肯定有 不好的地方 他照样了你执行 嗯 在执行当中里面 他就是 他 你怎么再给你提出来 那这就说明了 一个是相信你 第二个就是让你自己去 完善自己 他也是一个相当于 相对 相对来说就是那什么呢 比较民主的 嗯 很民主 嗯 这个老领导是 怎么说呢 这个老领导是 就是没文化 是老干部 嗯 他是攻打四平的时候 那是六个人 一个团里面 六个人里面 那个生存的 嗯 我对我们的这个 第一任的指导员 我是相当相当的 爱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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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